我上個星期呢,我不是在香港的 有一次在吃飯的時候 無緣無故想起我媽媽 為什麼? 有電話喔 有電話喔 聽一下她是不是想起她媽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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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見到的場面也不少 因為我本身背景和學習的關係 嗯嗯 心經八占 會有所見的一些否述的過程 嗯嗯嗯 又或者是知道臉防人家怎樣解剖那些肢體的過程 是 但是今次就是太多燈合了 對啦 或者說回你和你家人的經歷 我想是十幾年前應該是1990年那時候 這個經歷很震撼的 1990年剛出生 也很傷心的 很震撼的 跟今次香港人這個消息也類同 是甚麼事呢90年 有一招我剛剛去上班 是 6點多 是 那早上就有一架的士高速 是 即是超速 那在安全島上就被一架車夾著一架車 哦 但是那一刻是電光火石之間 可能是很短時間 你根本就夾著一架車 你不切放開一架車的了 是 是 那整個人飛上車頭 哎呀 那跟著呢 後腦就被擋風玻璃撞到 你不是被那個的士的擋風玻璃撞到 的士 是 跟著呢 那衝力實在太大了 那 不是馬上停了車載 慢慢趴在地下 是 趴在地下的時候是近那個 就是 就是 兩架車夾著鐵欄的 是啊 那些地方 然後 再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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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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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邀送他去腦外科病房 那一刻最深刻就是 一般病人如果轉病房 應該搭一個再病人的電梯 落地面才是地上一層 然後轉另一部電梯去另一個病房 那次因為媽媽太急 由骨科病房轉到腦外科病房 他們是不搭入電梯 你現在媽媽還健在嗎? 媽媽,媽媽去年7月31日 我教走了 是因為心臟病還是什麼病? 因為她有心臟和腎臟衰竭 加上2008年4月左右就跌碎了半骨 就是屁股膠 做完手術很多病發症 所以去年有幾次病發症發生了 但是醫生說應該都穩定 但是沒有了 有一天突然離開了 她… 安場了嗎? 她是安場了嗎? 她是安場了 她離開了 如果走得舒服的話 舒服 起碼叫做 都OK的了 有些人 我媽媽那時候就是很辛苦走得 聽不到嗎? 我媽媽那時候走得很辛苦 其實本身身體和情緒都很辛苦 是啊 但是你現在過了多段時間 你都接受到嗎? 就是媽媽這件事 是啊 是啊 還沒有的 剛剛今年的7月3日 又不是剛剛交了一年 但是… 7月3日其實媽媽那時候 還有一個星期就是我生日 喔 然後這樣 我只是8月8日生日 就是今年那個月 其實這個也挺遺憾 這是你跟家人相處比較深刻的一件事 對,加上今次香港之間變成悲情城市 這件事更加重要 雖然我過往也看到很多流血的東西 第一天上學,我看到有一個新學是吐血 第一天上學就吐血? 什麼事? 我們去所前面的音樂堂 第一堂的音樂堂中學 突然去到第一堂的音樂堂 嘔吐血了出來 然後就寫你 那個音樂堂變成舊遠的音樂堂 醫生人都不會忘記 音樂堂是很悲哀的 很悲哀的音樂 不過是很悲哀的音樂堂 謝謝你的電話 謝謝你的電話 大家保重 再見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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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